嘩 小小錢要有經驗 你駛回站 你駛回站 你不要下東路告訴你 你連斗掣這麼重要的東西 我怎知道你的腳掣有沒有問題 有門有沒有問題 難怪吳小姐這麼激動 星期六下午 她和家人牽住下大宇 就急急在沙田鐵路巴士總站 充足上架去藍田的88X九巴巡返線 接著去關門 接著我聽到手掣 我就看著我 他說手掣 不知道手掣在哪裡很糟糕 接著有個老一點的男司機 就告訴他 那個手掣就是那裡 接著後來那個女司機 有一個怎麼拉的 搞到那個男司機 兩三分鐘之內放了他三次 還要示範了 就是給他看 誰知加分給個聖層的女車掌 駕駛的時候 就差點撞到駕駛車上 嚇到乘客 每個人都下車 之前有個大婦 我們說 你下車了 你不要霧點了 我還不知道 我又不搭她 那位乘客 答不答你們 答不答 不答我們 最後所有乘客 就全部都下車 改駕駛車 我不知道那個司機是新手 還是可能他不習慣那個型號 我不知道 大家說 你這樣駕駛車 整個車人的性命 都在你手上 我們是非常之害怕的 查實個女車掌 星期四才開始駕駛巴士 不過是上班的第一天 就重難了到後鏡 第二天放了假 甚至第三天上班 就發生這件事了 又九巴車掌就說 女車掌 駕駛的就是新型號 駕駛車掌和車掌是不一樣的 白爾他不熟悉才會這樣 給人說不知 Handbrake在哪裡的他 雖然有資深車掌教路 但都嚇到乘客要停車 昨天早上十點多 第四天上班的他 就照常在沙田開工 踏出車之前 站長都有brief一brief他 我們就和八個乘客 坐著他駕駛的88X去南田 去到平田村總站 他又駕駛回到沙田總站 不過全程就行了70分鐘 你九巴說的預計行車時間 慢了14分鐘 其實都沒有什麼 可能對控制那些便會有一點 可能模特兒不同 不熟悉 應該要多培訓 你要熟悉所有巴士型號 才可以出車 李國華就說 近年九巴車掌的培訓 就由30天選到18天 如果新入職的車長有巴士排 訓練期還只有13天 根本就學不到公司 這麼多款巴士 新宅女司機不熟操作 被乘客叫停車條片熱爆 令人關注九巴車掌的培訓問題 九巴工會的理事長就說 如果新入職車掌有巴士排 公司只會培訓13天 沒有巴士排的就會培訓18天 10天考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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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8天考牌 是 沒錯 我們20多年前至30年 入職的車掌 都是培訓4個星期 不論任務牌 李先生就希望九巴可以 給新車掌一個月的培訓 城巴和新巴的情況又是怎樣 大約都要3個星期 Ci車牌入職的 他會的時間長很多 因為你要考牌 我們公司和城巴 所有新車到地 我們所有車掌 都要接受培訓 才可以駕駛駛駛 九巴就說他們十幾天的訓練 內容嚴謹 導師會把好關 根據進度及平核結果 導師會決定 是不是要延長訓練 或者取消學員的資格 但惠寧就覺得訓練真的不多 一架巴士幾百人坐 你培訓司機十幾天 你就將幾百條人命交在他手上 巴士公司有沒有搞錯 你這樣的安排 出事是必然的 沒有事是幸運的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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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